绝句 持日江山丽 对年轻时期的杜甫来说 写诗就是要极致 不是最华丽的词枣 会用 不是最美丽的景色 不写 为此他分辨词典 还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就是为了把诗歌写漂亮 在泰山之巅 他用会当灵雪顶 一览众山小 这样的词枣来作诗 登陵眼周城楼 他写下 浮云连海带 平野入清徐 这样的诗句 可随着年岁的增长 成熟的杜甫终于想明白了 原来最厉害的诗歌 是用最普通的词句 写最普通的事情 从此 杜甫发现 身边处处是诗歌 词典里 也是字字都可以入诗 不论是什么事物 杜甫都可以把它写成诗歌 更有一些诗歌 甚至连名字都没起 便一挥而就 比如 这首绝句 这天 杜甫睡觉 睡到了自然醒 睡眼惺忪中 就像出门 清醒清醒 结果 他一推开屋门 就睡意全无 眼前的景色 看称是 持日江山历 持有长久的意思 持日也就是白天越来越长的春日了 杜甫站在自己的小院中 沐浴着暖暖的阳光 看着远处的青山绿水 不禁感慨 春天来了 江山也变得秀丽多姿啊 开心的杜甫 便沿着小路向江边走去 小路两旁的花花草草 在阳光下快乐的生长 正是春风挖草香 在春风的吹拂下 小花小草轻摇着身姿 散发着迷人的芳香 行走在其间的杜甫 仿佛已经醉了 而当他飘飘欲仙的来到江边时 又看到了尼蓉飞燕子 杀暖睡鸳鸯 尼蓉就是因为春天气温回升 泥土融化湿润 睡是个行生字 本来写成这样 左边是个眼睛 右边的锤 则是表示植物成熟后向下坠 所以睡的本意就是 打瞌睡时眼皮向下垂 也就是睡觉了 站在岸边的杜甫 看向天空 几只飞翔的小燕子 嘴里闲着融化的湿泥 飞来飞去 正忙着搭建自己的小窝 再看岸边 成双成对的鸳鸯 安静地睡在温暖又柔软的沙滩上 这是多么安静祥和的春景图啊 描写春景 历来是诗人的一搭爱好 不论是白居易的几处枣鹰蒸暖树 谁家心艳灼春泥 还是贺之章的不知戏夜谁才出 二月春风四剪刀 都用华丽而细腻的词语 展现了春天的美好 而杜甫的这首小诗则反其道而行之 没写奇景也没用男字 甚至没用任何修辞手法 平平淡淡之中就把春日风景说得恰到好处 这种未加雕饰的自然之美 也只有大彻大悟之后的杜甫才能写得出来啊 此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尼蓉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得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